同学们好 我们学习第一章总论 考经分析 这一章内容是会计准则中的基本准则 是会计理论部分 那我们后面涉及很多具体准则 都得是基于基本准则 它对后续的那些具体准则具有同一作用 从考试来讲分数并不高 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是设计一个科问题 但是有的试图要里面可能还没有设计 从分数来说属于不重要的章节 那近三年的考点是在会计信息之上要求这一块 20年有一个单选题 18年有一个单选题 那设计是近三年 我们学习这一章要关注的问题 一个要掌握基本概念 比如说什么是资产 你基本概念要清楚 如果把基本概念掌握好了 后面涉及到具体准则业务这些处理 那可能就好理解了 比如资产里面非常强调 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那如果说预期不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 就不可以把它作为资产 在资产负债表上进行猎豹 所以你看后面学习的过程中 如果涉及盘亏的存货 你说这一部分 能不能把它作为资产来反应 都没了 预期不会给企业带来利益了 你就不能作为资产来进行反应 这是说基本概念要清楚 那再一个要注意的问题是 因为这一章是理论部分 有的一些内容比较抽象 涉及的题目 在后边的一些章节内容 没有学的情况之下 做起来非常困难 所以不建议大家做这一章题目 花太多的时间 等后面的内容学完了 回过头来再做 这样可能效果会好些 第一章一共是有五节内容 第一节是会计概述 第二节是财务报告目标 会计基本假设和会计基础 第三节是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第四节会计要素及其确认 与计量原则 第五节是财务报告 相对来说 比较重要的是第三节 考试时往往与第三节相关 当然第四节 有的年度考试也与它相关 这是比较重要的这么两节 我们先说第一节会计概述 一共有这么三个问题 会计的定义 会计的作用 企业会计准则的制定 与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这一节考试不重要 一般的情况下没有题目 我们先看第一个会计的定义 说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 反映和监督 一个单位经济活动的一种 经济管理工作 会计的基本智能核算和监督 那也有时说反映 就代替那个核算 一个企业 经济活动 那当然我们要推特进行核算 或者进行反映 那这个过程 当然我们要进行监督 比如说作为注册会计师 进行外部审计 实际上也是一种监督的行为 那现在会计定义里面原来也是有过争论 说到底是经济管理工作 还是什么提供信息的 这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有过争论 最终那就是定义成是经济管理工作 比如谈到什么预测 控制 决策 也都往会计的方法来 这个考试可能不怎么设计 我想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 因为会计主要在这里设计的是财务会计这一块 财务会计 通俗来说是对外报告会计 当然要遵循准则 而不是属于管理会计的内容 学习的过程中 注意这八个字 确认 计量 记录 报告 我们有的章节只是涉及确认计量记录 有的章节只涉及报告 那当然有的章节里面 确认计量记录报告都有 比如说政府会计 对于会计对象要素相关的章节 你都点到这个来 什么时候确认 那比如说 对于存货 什么样的情况下 对它进行确认 当然都有说法呗 这项存货 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它的成本或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我们对它进行确认 说对于存货如何来进行计量 涉及取得是怎么计 比如说买这项存货的价款 与这项存货有关的一些增量成本 就取得是要发生 不取得不发生 运费 装卸费等等 等我你记呗 那当然也有的说 那我支付了 购买相关的是不是都记 那不一定 那一般纳水人 购入存货支付的增值税 是作为计项税和抵扣的 就不记 这叫计量初始计量 那存货还有持有期间的计量 也就是说我们发出存货 以前购进存货 每一次购进的单位成本不同 发出的时候到底怎么计 按照哪个来反映 涉及到先进先出 全月一次加全平均 移动平均 个别计价 但是你发出存货有计量 期末存货计量也就确定 这叫计量 期末计量对于存货来讲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逐低 叫计量 再比如说记录 我们借贷怎么计 买的是属于材料 借原材料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销税额 带银行存款等 这叫计量 我们发出存货 如何来进行计量 说这个存货减少了 库存商品把它卖出去了 会有借记主营业务成本 带库存商品 这叫计量 那当然 虽然在存货准则里头 没有是在说报告往哪个反应 我们用这报告里 也当然会体现吗 比如说 买来的存货 虽然说在原材料科目核算 期末结算部分 要放到资产负债表 存货项目里去 我们要把存货卖掉了 确认的收入 会反映到利润表的营业收入项目里去 结砖以售商品的成本 会反映到利润表的营业成本项目里去 你这不是在报告里吗 而学习是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你再比如说收入 也是一个会计对象要素 反映进行成果的 咱们进行确认 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就确认了 那具体的详细的 只能到收入那一节再说去 那确认 计量 按照什么计 比如涉及到 把相关的交易价格 按照一定的方式 分配到各单项履业义母 然后再去看 到底是某一个时段确认收入 还是某一个点确认收入 按照相关的计格计量 那记录也一样了 我们要卖东西确认收入了 借应收账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费 肖像税格等 那报告里面也是会设计 所以这个体系要清楚 我们教材上就围绕着确认 计量记录报告 虽然定义里没有过多的强调它 我主要说 后面怎么进行学习 要注意这八个字 八个大字有力量 我小时候学习的时候 我小时候学习的时候 那教师里都是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 八个大字有力量 我们学习这门课 确认计量记录报告 理解到位 那也会有力量 会计的作用 这就算了 你们自己看书吧 我们不会来个简答题 解数会计的作用 第三是企业会计准则的制定 与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我们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有基本准则 第一章里的内容 那涉及的有基本准则的 具体准则是根据基本准则的制定 当然我们有会计法 那是最高层 我们会计的 会计法是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国家主席签字 我们准则这个体系 那是财政部制定的财政部长签字 那说的这是准则这一块 具体准则 那现在涉及到有42个 像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股终止基因 最后一个 那以后再有别的单数 我们有应用指南 就是对准则有关的一些解释 有指南 还涉及到有解释公告 比如说具体准则在执行过程中 哪些呢需要有一些改变 能更好的适应经济的发展 通过解释公告这种方式 比如说对于固定资产 提折旧 无形资产贪销 早在谈到他的方法的时候 说反应与所含经济利益预期实现方式 在执行过程中就发现 有的一些公司啊 比如说房地产 开发业 说当年啊 房子外的不好 结果对于他自己的办公大楼提折旧 不提了 或者少提 人家问为什么不提呢 他说你这不说吗 与所含经济利益预期实现方式有关 我这也没实现啊 所以我不提折旧 你看 讲得好像还挺有道理 在这个背景下 我们有解释公告 涉及固定资产的 无形资产的 就把原来的所含经济利益预期实现方式 改成了所含经济利益预期消耗方式 那你不能说 我的办公大楼 没有消耗 那你别想太多了 你说 当然了 这个办公大楼一直在升值 那升值归升值 它的物理消耗这些方面还是有的 那这就是一些变化 以解释公告的形式来反应 我们会计的教材 实务教材里面肯定是排在第一的是最好的 任何别的出版的教材都不如他 虽然人家的好像看毛毛毛毛大学著名的 那也不行 那主要是考虑跟不上最新的 所以像会计这本教材 我们确实有很多高校 已经把它作为教材了 我们反应最新的 让学生掌握到最新的知识 当然我们的解释公告 有的都要征求意见 一般都征求意见 最终在发布 你像现在的解释 公告14号 征求意见 这就叫公司合营这一块 大致知道这个事情 那我们看第二节 财务报告目标 会计基本假设和会计基础 这一节一共是涉及这么三项内容 一个是财务报告目标 第二个是会计基本假设 第三个是会计基础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财务报告目标 财务报告目标 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 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 进行成果和现金流量 都有关的会计信息 所以这句话是提供信息的 财务报告使用者 那当然有很多 比如说 要是企业到银行去贷款 银行当然要看企业 财务报告方面的信息 那银行 那是使用者呗 那你国家税务机关 当然要看了 也是使用者 那如果说 我们要买哪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 是不是也得看一看 这一家公司的财务报告啊 但是你不要再说 说我根本就不看 我有时看这个报告 买股票还亏 那两回事 正常的 你应该要看 这涉及的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这些方面的信息 说反应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 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 所以我们报告目标的界定 它是兼顾了一个决策有用管理 用这些信息要进行决策的 比如说站在银行的角度 我要不要去给这个企业发放贷款 那站在投资者的角度 我要不要买他的股票 或者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上 我要不要向他进行追加投资 当然不是股份有限公司 不是说买股票这种方式 追加投资 要进行一些决策 或者说 我是一家供应商 卖他货物 我要不要卖给他 他有没有一定的偿还能力 都是要进行考虑的 那另外一个考虑到什么了 兼顾什么 叫受托责任官 不是说一个人特别有钱 这个人呢 就在这家公司当董事长 什么当总经理 完全的一个人来说了算 会有一些职业经理人 你比如说 某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长 那原来也是我的学生 给他的年限很高 那他是董事长 但他持有这家上市公司的股票数 很少自己从市场 二级市场买的 那真正的大老板很有钱 有个人的私人飞机 那当然 比如说 设计董事会定了 我是原来在这家公司当过读董 董事会定了 然后管理层定了 那你到底这个管理层 把这个企业运作的怎么样 你履行的责任如何 那也是一个财务报告目标的问题 大致有这么一个概念 接下来呢 谈第二个大的问题 会计基本假设 其实我们也知道 做很多事情 都有假设前提条件 如果没有这个条件 那工作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我们会计是如此啊 会计基本假设涉及到 会计主体持续经营 会计分期货币计量 先看第一个会计主体 说事实企业会计确认 计量和报告的空间范围 前面也谈到了 学习时围绕着会计 确认计量记录报告来学 但我们谈会计政策的时候 确认计量报告 没有过多的关注记录 毕竟我们的准则 那很多嘛 都是靠近国际财国报告准则 或者美国谈的叫 公认会计原则 他们只是谈确认计量报告 我知道我们有的同学 在海外学习 虽然有些记录 但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呢 比较多关注的是 确认计量报告 比如说他把一件事情一分析 直接什么东西到利润表 什么到资产负债表 他这样 不过我们目前 确认计量记录报告 你都很好的掌握 毕竟考试体里面 还涉及到很多记录的问题 那谈主体呢 就是你确认计量报告的空间范围 或者说站在什么角度上 什么立场上 没有会计主体 那会计工作可能就无法进行了 比如举个例子 如果你是企业的会计人员 从企业借了一笔钱 那这笔钱是应收还是应付 你要站在企业的角度上 是一项应收 那你要站在自己角度上 就成应付了 你为之服务的对象是企业 所以在企业的角度上 如果你要进行一些会计处理 是借其他应收款 这不是主体的概念 你再比如说我们谈考试 涉及到的一些债务充股业务 有时说债权人怎么做 有的呢要求债务人如何处理 那主体就得搞清楚 你主体搞不清楚 那整个没法处理了 这是他的概念 所以说会计主体 界定了会计核算的一个空间范围 你服务的对象是什么 在会计主体部分 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会计主体不同于法律主体 所以一般来说 法律主体就是会计主体 那这没有问题 谈会计主体 我要进行独立的核算 确认计量报告 你是法律主体的 当然会涉及到这个法律主体 确计量报告的内容 没问题 法人 你当然得涉及到 有确计量报告的内容 比如说要向税务机关提供你的报告 说但会计主体 不一定是法律主体 也就是说 有的会计主体没有法人资格 你像我们国家 涉及有分公司 说总公司分公司 分公司也要进行自己的确认计量报告 向总公司来提供 但分公司没有法人资格 他不是法律主体 他进行独立核算 是会计主体 这是关于会计主体的一个概念 会计基本假设 第二个持续经营 就是说 如果没有持续经营 那你会计上的一些工作 可能无法进行 我们看概念 说是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企业将会按照当前的规模和状态 继续经营下去 不会停建 也不会大规模削减业务 我们试想 没有持续经营 那你后续学到说固定资产按照二十年提折旧 土地使用权按照还有五十年进行摊销 那怎么可能 说是这个企业在明年就要破产了 我们还在那边二十年提折旧 什么五十年进行摊销 那怎么可能 因此进行确认计量报告 就是基于这个企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破产 它的生产经营活动会持续不断的经营下去的 后面再谈到有一个会计分期的问题 所以这里也讲 持续经营是会计分期的前提 你没有持续经营 我还会计分什么期间呢 就没这个事情了 那我们看下面第三 会计分期 对于会计 要向报表使用者提供有关的信息 不可能说我这个企业从成立到最终关门 到那个时候再向报表使用者提供信息 我们前面也谈到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会持续不断经营下去 那就涉及到会计分期的问题 也就是说把持续经营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期间 人为的划分 若干连续的 长短相同的期间 比如谈到年度 某某年度某某年度某某年度 那可能涉及季度 也可能涉及月份 会计分期是人为的 由于有了会计分期 才产生了当期与以前期间 以后期间的差别 那比如说 如果我们本期把自己的商品卖出去了 钱还没有收到 那这个期间 钱假定说是 下一年收到 比如我们当年是2021年 钱收到是2022年 什么时候确认收购 是2021年还是2022年呢 那你没有会计分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那或者说 上一年的应付账款 我们本期进行支付了 这不也涉及到期间的问题吗 说当期以前以后的事情 所以现在就说 因为有这种会计分期 就有了一些记账的基准 会计主体有了记账的基准 比如涉及到有什么折旧啊 贪销啊 会计复理方法 我一项固定资产 未来可能在20年为企业 能够提供有关的利益 我要把这一项资产的价值 按照一定的方式 在未来的期间 记录到成本分域中 不就这样一个概念吗 对于会计分期 年度的我们国家 就是1月1号到12月31号 这个在会计法里面 已经明确了 而不能再改 但是不是 说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会计年度 都是1月1号到12月31号 不是 比如说有的 10月1号开始到下一年9月30号 那也有的是别的世界 所以像后面谈到了合并报表的时候 谈到合并报表时 就涉及到我们在境外有此公司 便合并报表是统一会计期间的问题 把境外的 比如这个公司在美国 它的年度是10月1号开始到下一年的9月30号 而我们的年度是1月1号到12月31号 你得给它统一过来 然后你就已经合并了 但是谈这个会计分期 以后会不会有变化 这个还真的不好说 目前我们年度的 是1月1号到12月31号 那像1999年 当时会计法修订的时候 曾经也提出过 我们的会计分期 是不是有的 什么类型的企业 执行1月1号到12月31号 有的执行别的时间 比如曾经有人就谈说 4月1号到3331号 为什么有这种考虑 因为当时也曾经做过调研嘛 你想现在的会计分期 我们有的一些财务人员 感觉不是很好 做财务工作的可能清楚 因为这样的会计分期 到过春节这段期间 我们非常的忙 加班加点 随人再加过年 还得想到单位的事情 有的呢 初六说呀就上班 因为事务所来要审计 人家没别的时间 那事务所说 这样的会计分期都统一了 有时年度中疗 有几个月的压力非常非常大 倒是忙于做审计 所以当时提出 什么样的执行这个 什么执行那个 最后是在部长办公会议上 说那不行 我们很多数据都来自于会计 还是以年度为准 大家也知道会计真的非常重要 那现在会计分期年度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中期的 比如上市公司有季报 有半年报 这都叫中期 非上市公司 像国有的一些企业 要求每个月份 都要提供报告的 那也叫中期 中期嘛 就是短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报告期间 这叫中期 那下面 第四呢 是货币计量 如何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 进行成果 这方面的信息 或者现金流量方面的信息 我们是货币 货币是主要的计量单位 不是说是唯一的 我们当然有的一些计量 要反映食物量的指标 比如多少多少件 多少多少公斤 要有的 对于一些食物的资产 但是别管什么 必须都是能够以货币计量的 不是与货币计量的 并不是会计核算监督的内容 那比如说 单位人员的年龄结构 职称结构 这不是用货币计量 单位人员的身体状况 有多少人有高血压病 有多少人身体非常健康 这不是我们计量的事情 那必须能够以货币计量 货币是主要计量单位 当然货币计量呢 实际上也是基于 币值不变 那这个一般有个了解就够了 我们是想没有这些基本假设 那你会计工作就是无法进行的 让我们看下面一个例题 甲公司20年12月20日 与已公司签订商品销售合同 合同约定 甲公司应于21年5月20日前 将合同标的商品 运迪乙公司并经验收 在商品运迪乙公司前 灭失、毁损、价格变动等风险 由甲公司承担 甲公司该项合同中所受商品 为库存W商品 20年12月30日 甲公司根据合同 向乙公司开具了 增值税专用发票 并于当日确认了商品销售收入 W商品于21年5月10日 发出并于5月15日 运迪乙公司验收合格 对于甲公司20年 W商品销售收入确认的 恰当性判断 除考虑与会计准则规定的 收入确认条件的复合性以外 还应考虑可能违背的 会计基本假设施 A会计主体 B会计分析 C持续经营 D货币计量 那这个显然就会计分析了 也就是说 你到底把这个收入 在哪一个期间来进行反应 那涉及会计分析 其实你谈到 与会计主体没有关系 与持续经营也没有任何关系 我本身都是持续经营的 也是按照货币来进行计量的 也就是说 这件事情你分析分的对不对 必是正确 第三个大的问题 会计基础 企业会计确计量和报告 应当以全责发声之为基础 我们这本教材 主要的就是企业会计 那当然也是有一张 政府会计民间非营业组织会计 那不是企业会计 会计基础 就涉及计量基础 有全责发声制 收复实现制 对于全责发声制 那比如说 我们把商品卖出去了 控制权 转移了 已经有这种收款的权利了 那这时刻你就要确认收入 有收款权利 就要确认收入 我不管这一期 到底收没收到款项 但是对于收复实现 这就不一样了 我要卖商品 什么时间收到款项 那在这个期间 才可以确认收入 这两个是不一样 那再比如说 对于费用 全责发声是讲的 你在这一期已经承担了一种义 要付出去了 随着还没有真正的付款 也应该要确认费用 比如说 从银行取得的借款 从银行取得借款 我们是要付利息的 那如果说利息 假定是按季支付 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季度中了 月份中了了 那这一个月承担的利息费用 就应该在这一个月来进行反应啊 比如说我们会计上 借方借记财务费用 然后代方 代记应付利息 但如果是收付实限制 他就不是了 收付实限制 什么时间付了 什么时间作为费用来进行反应 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差别 所以权责发生制 强调权力 有收款的权力 责呢 就承担一种责任 义务 往往是针对于费用 那当然我刚才谈到的 说是借财务费用 代应付利息 还涉及什么借应收账款 代方主营业务收入等 有的同学可能并不是很清楚 因为毕竟我们有的同学 是零基础考生 那建议 如果说还不知道借贷的同学 你要 先看一下 借贷这些方面的一些知识 东奥有一个会计基础一点通 那是我讲的 不到十个小时 大约十个小时 就九个多小时 你先把借贷搞清楚 要不然后面学记录时是非常痛苦 当然也顺便的说一下 如果你像什么资金时间价值的这些概念 还没有建立起来 那也要想方设法把这个给补上 那毕竟我们会计这本书并不是从零基础的起点开始 所以有一些同学也有预科班 那涉及相关的内容 大家可以听一听 或者说财务管理里的资金时间价值可以听一听 要不然学到租赁等一些章节时 有一些东西可能听不懂 这些预备知识要清楚 这是有全则发生之收复时间制 我们要关注的 对于企业会计确认计量报告 我们用的是全则发生之 民间非盈利组织 我们教材上有那么一节 这叫政府会计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 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全则发生之 政府会计比较特殊 当然政府会计所有的业务 都是要进行财务会计核算的 财务会计这一部分 用的是全则发生之 政府会计里有的业务 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的 那这样的涉及现金的业务 除进行财务会计核算外 同时还要进行预算会计核算 那预算会计这一部分 执行的是收复时限制 好 这一节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